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岁 自认为比较年轻 我是个藏西艺人 然后也是掌棉团上的一个传承人 也是个疯子 我今天会来做一个小小的讲座 我从小就喜欢藏西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 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 舞台上有演员 观众可以非常轻松自在地坐在下面 可以聊藏西 可以聊人生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了 这种 这是唱藏西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我奶奶在家里面经常会跟我说 求求你不要犯神经 藏西团的师傅也会说 哎呀 你就不要这样疯疯癫癫的 但是疯癫也是一种状态 特别是近几年来 小朋友学藏西的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他们之前是去哪里演出了 回来的时候 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在唱藏西 我看着那个视频 我眼力都快出来了 真的是很开心 我特别喜欢摇滚 因为我父亲是西藏第一支 游滚乐队的贝斯手 他那时候范儿特别足 长头范儿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家里有的那个放磁带的架子 什么唐朝呀 反正本土的这些全都有 他全都能弹 摇滚乐队的影响很重 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 游滚乐队的影响很重 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游滚乐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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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到了那个视频平台上面 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待会人就是这样 一有人关注 徐荣新就开始起来了 哦要不要做下一个 然后做下一个 做什么呢 蜡笔小心 当大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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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展明年演奏家 然后我外公也想教我展明年 但是我那时候也似乎不愿意 我记得我12岁那年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在天上有个白色的云 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 他脸是红色的 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 平平的 就很奇怪 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 安静一世 明天开始学展明年 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要做这么年的改良 自己也有这个想法 我师父导策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 因为像《马头琴》也好 《二胡》也好 《三邪》也好 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 已经成熟的这种艺名乐 它都是经过改良的 这样的话 可能年轻人就会对展明年 发生一种改观 刻板印象就会消除 就是说展明年只适合 他那么兑现 不是这样的 展明年也可以弹二次元 展明年可以弹朋克 甚至可以弹韩国 韩流的歌曲 六十岁的那天 六十岁的那天 生日那天 我把展明年的改良做好了 第二天我死掉 我都过了 我一辈子如果做展明年改良 不成功的话 写着不成功了 也没事不后悔 我后面的人会说 以前有一个叫做 登记系的混蛋 拿展明年在那搞搞搞搞搞搞 没搞出什么花样 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歪路了